3、2、1 教育局局长吴克健出席敬师日庆典 又颁发奖状给教师表扬他们的卓越成就 对于学生团体发起罢课 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科 吴克健说不赞成这个做法 任何的表达形式 他们都是大家作为香港一个核心价值 我们都会尊重 但是希望在学校里面 还学校一个平静和长的环境 让学生可以有效地去教和学 这个就是那个背景 吴克健又说 政府抽起课程指引里面的当代国情 已经是回应了社会意见 作为中国人认识自己国家 是天经地义的事 政府至今只有一份文件 就是这个教育局 今年四月出版的课程指引 至于那些已经过时的 见到国旗就要流泪 等等这些争议性的内容 已经过时 有教师就认为 学校在开展国教科 不会有绝对的自主权 希望各界继续讨论 其实对于教育局 他现在说的做法就是 我自己觉得是偷换了概念 因为始终一样东西就是 他表面上是让步 但实际上他依然不设科 其实作为老师 我们无可能说 完全将教育局说的东西是不理的 所以我自己做的立场就是 我自己都觉得教育局应该是设科的 我相信推行国民教育和推行国民教育科 是两样不同的东西来的 其实都开心见到社会各界 不同的人他对教育都有份关心 尤其是年轻人家长 都很关心到下一代教育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 再去表达他的意见 大家可以再去谈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得到一个共识 而在活动期间 有教师举希子牌反对国民教育 不过很快就被保安人员收起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曾子龙报道